我請教何老師你自己怎麼思考 未來美日台中視角關係怎麼變化 當然在鳩山他的一個外交政策 我們比較矚目的是未來的美日關係 事實上當然他也並不是說他反對所謂美日同盟 他只不過是批評過去的美日同盟 基本上是一個不對等的 所以他提出來就是要一個對等的 這樣一個美日同盟 所謂不對等的意思就是說 過去在美日關係裡面 既然日本是一個follow 所以日本學者有時候也開玩笑 日本沒有following policy 只有following policy就是一個追隨政策 凡事就是要聽命於美國 所以這個鳩山基本上他們這些人就認為就是說 在這裡面其實日本沒有得到應有的尊重 而且日本在這樣的一個美日不對等的關係底下 日本也不能夠真正的去爭取自己 屬於自己的這樣的一個國家利益 其實日本他們的這個政界裡面 我想我們一般比較會用所謂親中親美 這樣的字眼去形容他們 事實上我覺得日本所有的政治人物都必須要對民意去負責 他們都是以國家利益作為他們最終的這樣的一個考量 而在這個民主黨未來外交政策裡面 我想他們是想去求取一個更那個等於是 他們希望能夠有一個等邊的一個戰略三角出現 就是在美日還有日中還有美中之間變成是一個等邊的一個戰略三角 當然這戰略三角的這個等邊的形成是一個非常困難的一個工作 不過我想這個大家如果了解到這個鳩山家族啊 他的這個阿公啊這鳩山伊朗 其實當時他在1950年代中期出任日本首相的時候 其實他就提出了一個所謂的這種多邊自主外交 那這當時其實鳩山伊朗的外交政策裡面就突出 他要跟這個當時還沒有建交的中國大陸 還有跟蘇聯 建立一個這個更好的這樣的一個關係 那基本上就是說日本其實他很清楚他自己在亞洲 如果說他不能夠跟亞洲的鄰國好好的相處的話 那事實上他這個美國的歐巴馬政府就未來我想他在外交政策上面 也會某種程度的去重視北京 那對日本來講的話就是說你重視北京可以 可是你不要跳過我東京 換句話說我東京依舊要作為你美國 對這個整個亞洲治理的一個攤頭堡 就是一個最重要的一個基地 那這個我想民主黨並沒有說我不要來擔任這件事情 那他人所以我講說他的一個日中關係 基本上他是要對美國證明亞洲我還是有實力的 所以你要來治理亞洲 你千萬不要把我當成這個小憋山 那我想這個就是他要建構的所謂一個對等的一個美日關係裡面 為什麼要去撤中中日 不是說他要跟著中國跑 我覺得他沒有笨到這種程度 所以我本來想問你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到底鳩山上台之後呢 是會比較親中還是比較親台 可是我發現這樣子的問題是錯的 我想問的是說是不是鳩山上台之後 日本站在自己國家的利益上 他會變成是一個既親美又親中又親台的 這樣子一個視角關係 沒有辦法就是所謂親美親中親台 因為現在這個等式是不太可能存在的 但關鍵是在說我們要看待日本 新的民主黨政府的外交政策的時候 要第一個看鳩山他本身在外交政策 是不是有他絕對的影響力 因為現在把重點都放在鳩山上面 認為他是首相人選 但關鍵是民主黨他內部的外交政策 沒有經過很仔細的討論 民主黨裡面有非常鷹派的 例如說那個長島招九 他曾經擔過民主黨他裡面的影子的 那個外交大臣也擔任國防大臣 他的那個外交政策 以及美日同盟的看法 可能比自民黨某些人更強硬 鷹派是對中國鷹派這樣 不僅對中國鷹派 而且對美日同盟的期待是更高的 然後但是他也有非常鴿派的人 所以說關鍵我們要再看說 到底未來誰會來擔任這個國防大臣 會來擔任這個外交大臣 那實際上現在浮面看到的一些人選 那可能都還沒有直接進到他政策的核心裡面去 像長島招九這個名字非常非常重要 那我們要看到底是誰 那另外其實除了揪三之外 當然小澤一郎他有在日本改造計畫 日本的外交政策 他主要是要尋求跟美國的平等 但是日本他也要主動對外面有一些主動積極的作為 只要聯合國准許 所以按照中國的邏輯來看的話 現在看到是說美日同盟過去美國來壓制日本的角色不存在了 日本他只要聯合國准許 他可以自己在外面做他自己要做的事情 對中國實際上來說 這造成另外一個新的日本崛起的一個問題 然後如果我們再看這所謂的黨三億 或者說是這個民主黨裡面三個大頭 除了這個小澤一郎那個揪三另外就是那個兼職人 Kanado Kanado在2002年他去訪問中國的時候 在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他裡面他說什麼 他說支持台灣進入聯合國 對著中國人這樣講的 而且他講到說 那個兩岸問題絕對不是台灣和中國的問題 也不是美國和中國的問題 他是聯合國的問題 然後他講到說台灣進入聯合國 但那身份 那個聯合國本身參與的身份 不一定是要國家也可以用地域等等 所以說我們可以看到 連像Kanado過去社民黨出身 這樣所謂鴿派的人 他在有關台灣國際參與的上面 他都有這樣的一個自己的組件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整個問題的關鍵還是在於說 第一個他用誰 就算影響力在哪個地方 以及在未來日本他有沒有辦法尋求一個 內部完全一致的外交政策 特別是明年美日同盟50週年就要到了 然後在9月10幾號的時候 那個Kirk Campbell就是美國的助理 助理國務卿就要到日本 然後就Robert Gates就是美國國防部長 10月又要到日本 就是要去了解到說明年美日同盟50週年 峰會的時候要怎麼辦 那這是一個最關鍵的考驗 所以蔡老師其實就像賴老師所說的 真是很複雜 而且目前還看不太出來到底是比較親中 比較親美還是比較親台 然後你其實在媒體上也投訴說 台日未來將會有更彈性更大的空間發展 到底台灣和我們很不想自己被邊緣化 我們還能主動的做些什麼事情 我覺得我們現在最應該要做的事情 就是我們知道說經過了這次的洗牌之後 經過這次大洗牌之後 其實我們跟日本的一個日華肯堂會 其實有大概將近就是三分之一 甚至快要到一半幾乎都落選了 然後整個的一個大洗牌 然後民主黨新進來的這些 將近150個這些新面孔 我覺得我們應該是要積極的去 跟這些新的議員去交往 因為我覺得台日關係 基本上就是一個 就是國會外交之間的一個關係 所以我覺得我們現在應該要做的是 是應該要擴大我們對民主黨的國會議員 之間的一個交往 我覺得我們現在只是應該要這樣 我們要請教說 到底在台灣的日本人 你覺得以後台灣跟日本的關係會怎麼發展 我感覺民主黨本身的理念 文化、思考、體制來說 對台灣是比較好的 對中國是沒有什麼好感 他是比較關懷大眾弱勢的一個比較著情的 所以還有目前台灣所解讀的左右的這個標準 這個分隔的標準也是很奇怪 太違背那個國際的標準 是左派不是反美親中的 左派也是更有可能是自重人權嘛 環保 所以更反中的 像那個法國是這樣 還有民主黨裡面也是很多這樣 所以兼職人也是比較左的人 但是他也是比較對中國也是比較有很大的批評 所以這個我講是還有他們所謂的反美 也不是反整體的美國 反對不惜的 好 關鍵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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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